如果不是我先捡到,指不定就被野鸭子野狗吃了呢? 沐秀有些不服气地跟沐水争论,反正我不管,已经乳熟了,就先吃了吧。 沐秀拿起一个鸡蛋,在桌子上磕了磕,三下五出二的就剥干净了。 娘,你先吃,这两天你看都累坏了,该剥剥身体了,你这可是一个人吃两个人剥。 沐秀说的也没错,周水莲如今吃得好,奶水才好,娘自己来。 周水莲想到在医院时,吃得都样样好,奶水也多,回来这几天,天天馒头黄瓜青菜的,奶水都少了许多。 沐小花眼见着也瘦了一些,于是菜野心一横,跟着沐秀拿起一个鸡蛋,开始剥了起来。 看着老婆孩子都在津津有味地吃着鸡蛋,沐水也不管了,真要有人来找,他去给人赔不是去。 沐水拿起一个鸡蛋剥开,递给周水莲。 秀他娘,你多吃点,补补身子。 我够了,这还有两个鸡蛋呢,你也吃一个吧。 周水莲把沐水剥好递给他的鸡蛋,又推给了沐水。 我不吃,都留着你和秀吃。 沐水扎扮着嘴,虽然他也很想吃,但是看着周水莲吃,他就感觉跟自己吃了一样。 二娘,我乃喊你过去一趟。 沐红侠门都没敲,直接推开门走了进来。 他话音刚落,眼睛瞬间瞪得溜圆。 沐红侠的目光直直地看着桌上还剩下的两个鸡蛋,以及一桌的鸡蛋壳。 还不等沐水,周秀莲,沐秀反应过来,就看到沐红侠扭声就跑,边跑边大声喊道。 奶,二娘他们偷吃鸡蛋。 沐水吓了一跳,急忙从炕上跳下来,追着就跑了出去。 周水莲惊得急忙去收拾桌子上的鸡蛋,结果因为太紧张,反倒把蛋壳撒了一地。 脚一错,又踩了上去,顿时蛋壳都碎成了渣渣。 屋里地面都是坑坑洼洼的泥巴地,蛋壳现在这个样子根本就捡不起来了。 周水莲吓得手在地上扫了起来。 沐秀眼中则是忽然闪过一道光,他隐约觉得这可能是个机会。 娘,别藏了,这不是偷来抢来的,你就算这会收拾得干干净净,你觉得奶奶会相信咱们还是相信红霞? 沐秀蹲下,按住周水莲的手,带着他站了起来。 周水莲听到沐秀的话,不由得也无力地垂下了手。 沐秀说得对,在这个家里,他们做什么最后都是他们的错。 沐秀和周水莲起身朝沐水追去。 大家都听到了沐红霞吵嚷的动静,纷纷走出了房门,等沐水他们跑出来, 大家第一时间所有的视线急刷刷地都定在了他们身上。 来,二叔二娘在屋里偷吃鸡蛋,我亲眼看到的,桌子上还有两个鸡蛋呢。 沐红霞站在刘妖妹身边,一脸愤愤不平,她都好久没吃过鸡蛋了。 刘妖妹哼了一声,抬脚就去了沐水的屋子里。 果然,一进门就看到果真和沐红霞所说的一样,屋子的桌子上摆着明晃晃的两个鸡蛋。 你个黑心肠的小畜生,家里是劝你吃喝了,连家里的鸡蛋都偷。 刘妖妹看着白白胖胖的鸡蛋,又看到地上的鸡蛋壳,她心痛得都无法呼吸了。 刘妖妹抬起胳膊,就朝着离她最近的沐秀打了过去。 沐秀正打算躲开,结果却没想到,站在沐秀身边的沐水,下意识地就挡到了沐秀身前,双手交叉,举起来挡在胸前。 沐水本想替沐秀挨了这么一巴掌,结果刘妖妹却顺势就往地上一坐,拍着大腿开始嚎。 哎呦,我的天呀,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儿子一家合伙偷家里的鸡蛋呀。 娘,这鸡蛋不是偷的,是沐秀在河边洗尿不时捡的。 沐水实在听不下去,她开口解释道,这老二家就是有福气啊,随便捡都能捡到鸡蛋。 爱军,赶明儿你也去河边捡几个鸡蛋回来。 记住啊,捡到后一定要先拿回来泥奶吃,要知道孝敬老人。 刘玉梅阴阳怪调地说道,沐秀听了直接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刘妖妹听到刘玉梅的话更来气了,她紧接着开始干嚎道, 儿子一家在屋里偷吃鸡蛋,还要打我这个老太婆呀,儿子真是白痒了,护着老婆孩子,要对我这个老娘动手呀。 早知道这样,当初我就不该生下这个讨债货,生下来也该放进尿筒里憋死啊。 哭声和肝嚎声时高时低,一扬顿挫,就跟唱戏似的。 难怪沐水周水莲这样停滑,就看刘妖妹硬得软得撒泼一整套下来,估计谁也扛不住,都得乖乖就饭呀。 沐水顿时被噎了个大红脸,她有些干巴巴地说道,娘,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 周水莲脸色苍白,急忙进屋,把还剩下的两个鸡蛋拿了出来,递到了刘妖妹的手中。 看到周水莲这个样子,沐秀真是怒气不争,上前两步,朗声说道, 奶,这鸡蛋每天都是您收的,有多少个,您最清楚,您去查查,这真是我捡的。 刘妖妹其实心中跟明镜似的,今天的鸡蛋一个不少的都收进了仓库,钥匙只有她一个人有。 老太婆,算了,你看沐水婆娘刚生完孩子,吃俩鸡蛋就吃俩吧。 前些天小草不是回来,沐老头实在听不下去了,他心里也觉得这次大家伙在对待沐水救女儿的事情上做得实在有些不像话。 难得地出声劝道,接着叹了生气,就转身进屋了。 小草回来逛,沐水和周水莲俩人相互看了对方一眼,然后一起疑惑地问道, 你个死老头,你在说什么,小草回来怎么了,他回来带回来的鸡蛋也是较劲我的,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你现在也敢教训我的啊,这家到底谁当家做主啊。 刘妖妹看向一向不多话的沐老头,当众敢说她,她也顾不上去计较鸡蛋的事了。 跟着回屋,紧接着屋内就是脸盆摔下的声音,以及刘妖妹的撒泼声。 没想到,这场热闹还没看够就结束了,刘玉眉撇了撇嘴,拉着沐爱君回自己房里去了。 王归英则是冲沐红侠挥挥手,示意她先回房,然后迈进了刘妖妹的房中,做和事佬去了。